我们有糖尿病的这些患者都很担心生糖指数 梦莉今天就以米饭为例跟大家分享一下 半熟的米饭它的生糖指数是47 那兆米的话生糖指数是59 那煮熟的米就是白米饭它的生糖指数为88 那素食米饭就是它的生糖指数就来到91 那如果说以香蕉为例的话 就是说还没有半熟的这些香蕉了 它的生糖指数只有30 那如果说你吃下成熟的这些香蕉已经熟了 它的生糖指数就高达62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说 这些食物的一个生糖指数 让自己好好的照顾我们这些 就是现糖的一些人士 他们每天的一个健康状况 梦莉做以上分享 希望让您更加了解就是生糖指数 那梦莉的话觉得说白米饭 每天大家都会吃到 所以说做以上的分享 那希望说家人在照顾这些老人家的时候 也能够从食物上来注意 让他们也都能将我们的血糖控制的很好 谢谢大家